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 当地时间5月25号 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亡事件 引发全美民众示威抗议 包括明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内的多地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 多名美国文体界明星在社交媒体上声援被害男子与抗议者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随着抗议活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继续进行 该市的局势仍然极其危险 据悉许多抗议者无视州政府宵禁令的规定仍然在晚上八十后走上街头 在街道中心设置路障点燃部分公共设施 沃尔兹还称预计将调入17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进入明尼苏达州 违反宵禁的抗议者有可能被捕 据央视消息 当地时间5月25号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四名警察 在执法过程中造成一名黑人男子死亡 路人拍摄的视频显示 其中一名警察用膝盖抵住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脖子数分钟 直到其无法动弹后才松开 事发后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愤怒 我计划不断